被問到蔡總統是否私別過境美國 會晤眾院議長麥卡錫 外交部長吳釗燮跳針式的回應 跟總統府口徑一致 倒是國防部長邱國震選擇不顧問 但提醒說避免共軍犯台必須謹慎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蔡英文4月將會出訪中美洲途中 過境美國時將赴加州建聯邦州議員議長麥卡錫 並非原先外傳的台北會晤 連美國白宮國務院麥卡錫辦公室口徑一致 不願證實或評論蔡英文的副美行 但根據報導蔡英文在加州的雷根圖書館 將進行演說 跟美方溝通跟北京相關的情報 不敢複製去年佩洛西訪台引來的共軍軍演 2024大選前不敢輕舉妄動 你美國到底把台灣看成什麼 是看成你美國的前線 還是看成一個跟中國衝突之下的一個棋子 蔡英文認為民進黨需要這場見面 需要蔡英文跟麥卡錫見面 因為這個對於台灣內部的文宣 認知作戰很重要 畢竟輸了地方選舉 令絕對不希望再輸掉2024 艾翁說是為了政治紅利 不惜鋌而走陷 這點華府智庫都指出台灣大選將至 麥卡錫訪台恐怕對民進黨造成政治傷害 但美國跟蔡政府為了自保政治紅利 犧牲的恐怕是台灣人期盼和平的心 解皇家為家於台北報道